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对中方人员进行挑衅攻击 导致双方边防部队发生严重肢体冲突 本周的国际之声先来看 中国和印度6月15号在两国交界 有主权争议的拉达克地区的加万古爆发了冲突 虽然据说现场无人开枪 但双方互相肉搏投资石块 还有人坠落山谷导致伤亡 印度陆军先是传出有3名军人上命 之后又公布有17名军人 因为现场海拔过高气温太低 在重伤之后宣告不治 中国军方则是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因为商业和军事的重要性 几十年来中印边界一直存在领土争议 1950年代印度军队频频往北边扩张 不断挑衅中国边界 随着双方关系日渐紧张 1962年就爆发了中印战争 之后在1962年的停战协议当中 约定长达3400公里的实际控制线为界线 来缓解警战关系 但是中印双方领土之争 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两国都会透过修建基础建设 派军队巡逻等等方式 来推进各自的主权范围 虽然中印之间在边界上动作频频 也常常因为实际控制线的认知不同 而肢体冲突或互丢石头 根据中国外交部报告 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6月6号才刚进行对谈 对边境局势达到重要共识 但是呢 之后还是发生这次的冲突 中方认为是因为印度两度越界挑衅 而印度则指控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偏离共识 不尊重实际控制线 过去中方领导人曾经在非正式的峰会当中 约定要维护边境的安宁 如今却闹出人命 两个外交部虽然紧急通话 并表示会用负责人的态度去解决冲突 但印度总理莫迪也喊出 不会让士兵白白死亡 再度让两个关系陷入紧张 请不吝点赞说明 如果ins Spy 之后 上星期才刚切断跟南韩的政治和军事联络管道 北韓勞動黨第一副部長也是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鎮 先是在13號揚言 要讓大家看到南北韓共同辦公室灰飛湮滅 接著16號下午 會在兩韓合作的開城工業區的南北共同聯動事務所 就真的被炸毀了 讓花費南韓納稅人4.2億台幣稅金 啟用不到兩年的大樓 瞬間變成廢墟 面對北韓的大動作 南韓總統文在寅緊急召開國家安保會議 向南北韓所有同胞保證 兩韓曾經承諾的和平關係不會倒退 也不該停滯不前 但對於這樣的回應 金宇鎮並不領情 批評南韓政府沒有道歉跟反省的意思 應該要承諾解決在邊界 空飄散播反北韓文宣的問題 而青瓦台的國民溝通首席秘書引刀漢在戒指會上表示 金宇鎮的做法十分沒有禮貌也沒有道理 他說南韓政府對於北韓炸毀聯絡辦公室深感遺憾 但是北韓必須為這些作為負起責任 北韓人民軍的總參謀部17號進一步聲明 將重新部署非軍事區的哨所 並將前線全面提高到最高戰備的1號戰鬥勤務狀態 還要恢復邊境地區的各種軍事訓練活動 而南韓國防部則是回應 如果北韓真的採取軍事行動 一定會付出代價 從6月11號開始 本來已經超過50天沒有本土病例的中國北京 爆發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15號的5天之內 累計通報超過100個新增確診病例 當局宣布北京進入非常時期 把防疫等級提高到2級 除了進行大規模篩檢 也恢復社區的封閉式管理 重新禁止跨省旅遊 嚴格控管人員進出 根據官方檢驗和追蹤病例接觸史的結果 第二波疫情爆發的熱點 很可能是由北京菜籃子之稱 全中國農產交易量最大的新發地批發市場 不只有多位確診的個案去過市場 還傳出在切鮭魚的砧板上發現病毒 雖然不知道上面的病毒來自哪裡 而鮭魚本身傳染病毒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但是很多零售通路已經把鮭魚下架 而新發地的批發市場也在13號凌晨關閉消毒 同時讓上萬名工作人員接受篩檢 後來在16、17號 北京市還新增了31和21個確診病例 至於這波新的病毒到底是從哪來的 有中國專家表示 根據基因序的檢測 病毒株好像是來自歐洲 但是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認為 現在全球病毒沒有太大的差異 雖然檢測結果顯示為可能來自歐洲 但也不一定準確 目前世衛組織在積極調查疫情的源頭 並密切監控全球疫情 同時也希望中國可以分享基因序列資訊 協助疫情的控制 美國最高法院6月15號做出了重大判決 雇主不得因性傾向和性別認同而開除員工 由於美國大部分的州 法律沒有明確保障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等性少數族群 也就是LGBT的就業權益 因此這可說是2015年 美國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後 LGBT平權運動的一大進展 今天是一個最初的歷史 LGBT平權運動的一年代 年代的一年代 今天美國總統的法律 在歷史上正在歷史上 表示性格和性格的供應和性格的供應 都被控制了 在國際法律 特別是Title 7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1964年通過的美國人權法案 第七章 禁止雇主因為性別、種族、膚色、宗教或國籍等原因 歧視員工 那這裡面的性別到底有沒有包含LGBT族群呢 一直都是各方爭議的焦點 而這次的9位大法官 以6票支持、3票反對 確定人權法案 保障LGBT族群 那由於總統川普任內就任命了 兩位保守派的大法官 在整個最高法院日趨保守的情況下 這樣的結果顯得有些出人意料 而且有趣的是 這次的判決書還是由川普第一位提名的大法官 戈蘇琪負責主稿的 那對此川普表示 有些人會覺得很驚訝 但大家還是得尊重大法官的決定 他們已經決定了 我讀了決定 有些人都很驚訝 但他們已經決定了 我們都活著他們的決定 這就是我們都活著 我們都活著的決定 很強烈的決定 但他們都還在決定 好啦 以上就是本週的國際直升 希望能幫大家快速掌握 最近值得注意的國際新聞 這個禮拜六的國際大風吹 我們要來探討 最近引發關注的北韓 他面對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 到底是怎樣 用各種管道來賺錢為生的呢 最後還是要來感謝付費支持 我們的頻道會員們 尤其是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王毅順 宗宣厚 茲林立 九曼 映中豪 Sniper711 張宇安 吳振宇 炒飯小子 Miles Taeku Lin 王俊哲 Twitch搜尋肉乾肉脂批發零售 Ginny Lu Nikki台灣 Vin A Eddie Chen 金爪機械 Jason Lin 魏酸人 K Kevin徐 還有林淵博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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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